比如说,有一些房地产中小型企业,像银行代河的时候面临着很多困难,所以就这些问题也有的是,作为中小企业来讲,有什么其他办法可以用心吗? 我不知道。 那作为公司来讲,有没有一些人心的过程? 你问我,公司怎么办?我会告诉你,但你说,中小公司怎么办? 好,实际上,这是谈的一个金融问题,我们把它转化成,一个公司经营当中,它对资金是怎么看的? 你看,万科上市,就说来是很有意思,万科上市当然并不为了钱,因为在80年代来讲,是特区政策,就是你只有特区可以进口一些其他地区不能进口的东西。 所以,全国很多人民币都会进到特区,只要说你能进口,钱就拿给你,所以那时候,不大可以说需要贷款,就是钱是富裕的。 但是上市之后呢,所以出现一种很尴尬的现象,就是你每次钱来的,你都该怎么花,所以就乱花。 为什么多页化就那么难走? 那,当然,那是以前的事情了。 但是作为公司经营来讲,万科是这样的,作为一个上市公司,本身上市公司就是筹资。很大的一个筹资工程,就是直接融资,就是融资呢,不用还钱。 从这个角度来讲,万科可以说是从上市88年到2008年的2年期间,我们平均是一年半的融资。 它基本是属于资本扩张性的。 当然,这种好处来讲,工资你不断很快地扩扎。 但不好处来讲,股东不大喜欢。 因为每次融资呢,它都会把你的贪薄,贪薄之后股东不大喜欢。 但是,2008年到现在,2011年了,预计,08,09,10,11,估计联益四年是没有融资机会。 这种融资机会,想办法怎么办。 去年我们就增长了80%,从600亿增长了1000亿。 要买地,要付工程款。 那怎么办呢? 作为我们来讲呢,方法来讲就是,不能融资情况下,扩大合作。 在2008年的时候呢,我们的合作项目是超过30%。 因为七年底呢,我们的合作项目是超过80%。 一个30,一个80。 也就是你会有更多通过合作的伙伴。 当然,你的利润呢,当然是相对稀释。 但这样来讲,就通过通过合作,寻求资金。 那预计今年呢,不排成可能。 可能我们合作项目是超过90%。 但这个呢,就是, 还有其他的文化渠道呢, 目前呢,可做的文化渠道不多。 尤其这一次,我们基本把,我们讲正常来讲, 把你的正常途径全组成。 也说到中小企业,因为很多的做法呢,带有灰色的空间, 灰色的空间是怎样的,不大清楚。 因为万科是,我们是不做。 这不是错对,是按照我们的金银方针, 是那个去做。 所以,如果钱不够的时候, 我宁可做一条文化。 我们,2000年初的时候,我们的现金流是200亿。 2011年初的,我们现金流差不多回到500亿。 你说有什么办法呢? 就是保守点,手中有钱,怎么都合适。 更多,因为就谈融资是谈不清楚的。 你更多来讲就是,还有其他的经营方式, 如何做组织市场啊, 路流不买高价地啊, 如何不补盘啊, 如何来迅速销售啊, 如何来,就是他, 就是很难讲一句话来讲清楚, 说怎么来找融资渠道, 因为我也不是融资专家。 那作为办法来讲, 我们宁可是机会错过。 这就是很遗憾啊, 我没办法给你更多建议性的东西。 王总,你好,我是来自设计学院的江中略。 大家都知道您很喜欢登山, 然后跟丁长中师兄说,您还很喜欢跳舞。 我想问您这种冒险类的运动, 对您人生还有事业的意义在那儿。 然后还有就是您在登山珠峰, 站在世界最高峰那一刻的心情是怎么样。 还有跳伞的时候, 当您从飞机上看, 这心情是, 就是说这些, 这些太阳运动对你意味着什么呢? 就是意味着你喜欢, 你说你喜欢做的事情。 因为当时我记得, 我去登高峰的时候, 同行是不理解的, 媒体也不理解。 他不理解的, 按照他不理解的, 理解的解读。 这王室为什么去登高峰? 其实解读就是很有意思。 这丫头嘛, 放你去, 想出风头, 真好, 真好是, 灯珠峰去出风头, 这是一种解读。 第二个解读来讲, 可惜了, 可惜了, 他如果是把他的精力, 用在这个, 把一广坊上, 那此时是这样。 当然, 此时是这样, 这样已经很好了, 但如果他能再投入精力, 那是更好。 他怎么读乎正业去登山了, 说的太可惜了。 这两种解读来讲, 我都觉得挺可笑的。 可笑在什么地方呢? 实际上, 我觉得就有点, 是有一个很重要的。 就是你成功了, 目的是什么? 首先把我把他界定, 哎, 你做企业, 成功了企业家。 当然, 还有一种解读来讲, 他这么成功, 这么有钱了, 他太多怕, 怎么死了, 这多可惜啊! 老实说, 解读了。 那作为, 实际上, 我自己的保险很简单。 就是说, 你为了什么? 我说, 就为了, 我做了想做的事情。 例如说, 登朱峰, 除非你是职业的运动员, 你登朱峰, 你还给你工资呢? 除非你是职业的, 那你没有花很多钱了。 你没有你这样的成功, 你没有时间, 你没有这样的一定的物质支持, 但是, 你不可能去想, 你不可能去。 我为什么说, 我做我想做的事情? 就因为我, 我的生意成功了, 都有了物质基础, 而我时间给调避过来, 作为董事长, 我一离开, 我可以一个月可以两个月。 像我来讲证明一个, 很多人来讲说, 你这个人不负责任, 我说我不负责任, 我怎么工作怎么好? 你看我怎么负责? 学着吧, 我天天玩, 天天不管事, 公司都怎么好, 但是, 这不是要点, 要点的件, 你想做自己的事情。 我小的时候就, 鲁宾村漂流记啊, 海地, 两万里的牟迹船长啊, 说看那些小说, 哎呦, 现不已啊, 就很想去看一些, 很想做自己想做的事情。 所以说, 很简单的就是, 正因为你成功了, 你才能做你想做的事情。 你不能被你成功所累, 更不能被金钱所累。 你比如说, 因为你有钱了, 所以你不能做你想做的事情。 那这个, 你被金钱所累了。 你因为成功了, 你反而你想做的事, 你不能去做。 所以我记得很简单就是, 一些小伙伴说, 你对我不负责任。 我说, 我怎么对我不负责任。 我说, 你万一进去, 你回不来了。 有点会得下跌。 我说, 我说董事长, 他的责任, 是尽之尽责。 我说, 我在上升期间, 我觉得我尽之, 我也尽责了。 我说, 至于说我的假期, 我做什么呢, 我的选择。 但是, 你说那么可能有没有, 我是有的。 怎么规避呢? 因为投资就是风险, 那怎么规避更大的风险呢? 我说, 我能做到来讲, 我今生事件, 我告诉你。 因为我上升工总装, 我可以公布。 就像我到哈佛来求学, 我也公布。 我不能说, 我偷的失踪, 我到这求学医生, 他那去, 他那去, 他文部。 那你一看说, 这王氏进山了, 赶快卖的这股票。 对不对? 我相信, 我都没了吗? 但是, 我不相信, 然后回进山股票下接。 因为, 有的人担心, 把股票卖了。 那有的人可能就, 这公司管理好啊, 总是吧, 一离开一个月两月, 这公司大运转, 说明这公司管理好。 我说, 应该不影响股票的, 正常呢, 他们是有价值。 但是, 实际上是这样。 从99年, 我开始登山, 到93年, 到03年, 这个, 五年期间, 只要我一进山, 这个都不大看好的, 股票危敌。 除了正常的大事之外, 股票一说我回来了, 我要回去了。 这种逻辑, 但这种逻辑呢, 一直到03年, 改变了。 到03年, 那是邓朱峰, 闹杀死。 我们在邓朱峰, 全国人民, 几乎是, 除了边检, 其他还在运转, 正常的发电运转之外, 基本, 学校停课, 这个公司, 这个, 不做业务, 大家都在在家, 都在等着, 看什么感染, 杀死。 看电视, 那是我们在邓朱峰呢, 中安电厂现场转播。 因为那天, 人类邓朱峰五十周年, 中安电厂, 做专举行的现场转播。 说, 呦, 这说, 我们在等死, 这几个人都在找死。 哈哈哈哈哈哈, 不是在邓朱峰呢, 不是找死了, 是吧, 大家都在家里, 不喊出门, 等死了。 这几个人看, 哎, 说这个, 好像就成了一种象征了, 就是不怕, 战胜死亡, 是吧, 不拒死亡的一个象征了, 好, 就这个, 邓朱峰今天, 万哥的股票, 你大事, 蹭蹭蹭蹭蹭蹭, 哈哈哈哈, 但是我邓朱峰, 按摇毁了, 在之后, 那股票就好像就是, 和我进不进山没关系, 哈哈哈哈, 就是这个, 实际上, 你要喜欢就是, 你不能说, 因为你被承民所累, 那再回答你, 你这个问题, 就后面来, 我想来提问吧, 问他就是, 我蹭蹭蹭蹭, 感觉, 到顶上上不远, 我两次啊, 一次是从北坡, 一次是从南坡, 我现在中国人唯一, 中国人啊, 唯一的, 从南坡北坡, 都蹭蹭蹭的中国人, 唯一, 这我自己的资格讲, 第一次, 这样说吧, 那个感觉呢, 是不大, 为什么感觉不大呢, 灯顶距, 灯顶峰, 还有差不多距离, 距离, 两百公尺吧, 顶峰一看, 到顶峰看, 我们就非常缓的鞋坡, 我们就走不动了, 就走不动了, 差不多, 喘气八口气吧, 慢一小步, 哈哈地喘气, 我也难道, 为什么怎么办, 为什么怎么办,